很多人都會用到屏幕錄製去製作影片 所以今天這期影片 我去介紹CAMMA的全新功能 你可以使用CAMMA去錄製你的屏幕 並且這個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朋友我是 Grayson 我想通過Youtube頻道 在網上打到自己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的描述欄 也有很多經營Youtube頻道的使用工具 在開始教程之前 需要提醒大家 CAMMA這個錄製屏幕的功能 現在暫時只能夠在網頁版的CAMMA上面 並且是Google Chrome這個瀏覽器才能夠使用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CAMMA App 或者其他瀏覽器去使用這個功能 你會發現你無法使用 不過我相信 CAMMA會很快把這屏幕錄製的功能 普及到CAMMA App和其他瀏覽器上 像我來的CAMMA首頁 你可以使用任何的尺寸 我首先使用的是影片尺寸大小 在之後我也教大家 如果調整不同的尺寸 去適配你不同的設備 像我就創建一個空白的影片文檔 我選上傳 這裡就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上傳媒體 一個是錄製自己 我選擇錄製自己 像我進入到錄製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三個選項 首先第一個選項就是麥克風 你可以選擇不同麥克風 你也可以選擇沒有麥克風 第二個選項就是你錄製的相機 我現在默認的錄製相機就是這一個 接下來第三個選項 這裡會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紫線相機 還有一個就是畫面分享 然後我們要選擇畫面分享 這裡會出現三個選項 首先第一個就是讓你分享整個屏幕 第二個選項就是窗口 你可以分享這個窗口 然後第三個選項就是你Google Chrome的每個頁面 這裡我們選擇分享整個屏幕 選擇分享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這個頁面 我們選擇右上角沒有相機 現在就只是單獨錄製我的屏幕 然後我們點進這裡記錄 就可以開始錄製我們的屏幕 現在打開倒數 現在倒數開始了 就開始錄製我們的屏幕 我可以來錄製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首頁 在錄製完成之後 你可以選擇這個完成 如果你不想要剛才錄製好的內容 你可以點擊這個垃圾桶的標誌 選擇刪除 如果你想要儲存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儲存 並且退出 像我剛才錄製好的影片 已經完全上傳到CAMMA上面了 我們可以對它進行剪輯 首先我們可以點擊右上角 這裡面有聲音的標誌 你可以調整音量大小 或者說你不要聲音 然後我們可以對它進行修剪 點擊左上角這個修剪的標誌 例如想刪掉前面錄製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移動這光標 移動到這裡 這是我開始錄製我YouTube頻道首頁的部分 同樣的在尾端也可以進行修剪 修剪到這個部分 然後我可以選擇完成 然後你可以對整個畫面進行裁剪 例如說裁剪到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加入框架 我們選擇元素 在這裡找到框架 我們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可以找到不同電腦設備的框架 例如可以選擇這個IMA框架 然後把這畫面移動到框架裡面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就進入到IMA框架裡面 顯得更難真實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 如果調整不同尺寸 去適配於不同設備 例如選擇Instagram限時動態的尺寸 我們還是同樣選擇上傳 選擇錄製自己 我們選擇畫面分享 因為我現在為了調整大小 所以我選擇窗口 選擇這個頁面 選擇分享 然後選擇沒有相機 這個時候我需要調整一下 我瀏覽器窗口大小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錄製的屏幕就變成了竖屏 我可以選擇開始記錄 然後錄製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首頁 然後我們選擇完成 像我剛錄製好的影片 就被上傳到YouTube上面 我們可以來到元素 再選擇一個框架 這邊選擇iPhone的框架 然後把這影片拖到框架裡面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錄製的屏幕非常的清晰 觀眾能夠清楚的看到裡面的內容 相信CAMMA這個屏幕錄製的功能 能夠很好的幫助到大家 大家也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你們是否會想要使用這個功能 我頻道裡面還有非常多關於CAMMA教程 注意可以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贊 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關於CAMMA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頻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可以找到很多經濟率平常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